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街舞6你腰阵容曝光,王一博依旧在,Lisa获成最大看点。 不知不觉真人秀综艺节目,这就是街舞已经陪伴大家舞技了。 节目刚开播的时候真的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。 不仅掀起了全民学习街舞的热潮,也让很多热爱街舞的朋友迎来了狂欢。 节目给更多舞者提供了更大的平台,让大家都能够有平等的机会实现梦想。 前4季整体的评分都很高,均分达到了8分以上。 但第5季的效果并不算太好,最后只达到了刚及格的程度。 这也让很多观众都担心,节目是否会有第6季。 目前已经网转了新一季节目的你腰阵容,估计接下来节目应该会很快和大家见面。 这一次的嘉宾阵容中,大部分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艺人。 在前几季的节目中也都出现过。 你腰的嘉宾阵容中,王一博依旧在。 如果这一次能够达成合作,王一博就是第4次参加节目了。 在前几次节目中,王一博的表现非常好,所以节目播出之后,大家对他的呼声也很高。 第5季的节目确实存在很多问题,在开播之前就已经受到了网友的吐槽。 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,新人舞者越来越少。 大部分的舞者都是之前在节目中存在感比较高的。 渐渐的,大家都觉得这档节目失去了最开始的意义。 并非给每一个舞者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,而是成为了一档固定嘉宾的综艺节目。 舞者们想要反复地参加节目,以此来提升自己,这也是能够理解的。 但从镜头的分配也能够感受到很多热度比较高的舞者,更受关注,镜头也更多一些。 其次就是节目的赛制和设计有很多问题,一路看下来的朋友。 对这档节目已经有很深的感情了,然而如今的节目中多了一些会让人尴尬的环节。 投票的过程也存在很多争议,节目宣传的侧重似乎也换了个方向。 在第五季收官的时候,大家都觉得这档节目应该停留在还不算彻底败坏录人员的时候。 王一博自从参加这档节目之后,就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争议。 甚至还有网友质疑王一博有特定的剧本。 实际上王一博参加节目之后,给节目带来了更多的热度和关注。 他本身也是一位非常热爱街舞的艺人。 即使是这样,很多王一博的粉丝都表示,如果没有王一博的参加,也会觉得节目有太多槽点,很难看下去。 这一次女妖的嘉宾阵容中,除了王一博之外还有韩庚,刘雨昕,王家尔等。 这些艺人在之前的节目中都曾出现过。 当然女妖的阵容中还有一位新人嘉宾Lisa,她是这几年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女团成员。 上一季节目播出之前就有网传称她会参加,到最后并没有达成合作。 这一次如果Lisa真的能够参加,应该会成为节目中一大看点。 这一次节目也应该会极力地想要和Lisa达成合作。